大家好 我这一棵用落地生根嫁接的长寿花 整整养护了一年 现在这个株形长得也是非常的满意 那么现在秋季到了 也打算给它换一个盆 因为这个盆太小了 影响到它生长 影响到它吸收养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给它换盆配土的一些方法 首先是我给它配土 因为落地生根 它对土养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透气性好就可以了 肥力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把握 我们想要它后肌长得旺盛 减少施肥 那么我们就给它多加一点底肥 我用的底肥是干羊分 因为干羊分不单肥力温和 而且养分比较全面 还有可以让土养更加疏松透气 在土养中加入10%左右的干羊分 搅拌均匀就可以给它上盘了 然后再加入底肥 用干羊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大概有三厘米后都没关系 再加上一层土 避免根系直接接住到羊分 接下来就是给它拖盆了 要非常的小心 避免把它弄断 就可吸了 给它去掉少部分的土养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给它上盆了 而且我选的是一个空根盆 这种空根盆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它旁边这里有很多孔 增加它的透气性 增加它的透水性 由于这个株型太高了 所以要给它固定一下 避免它倒下来 倒下来的话就太可惜了 辛辛苦苦 养护了这么漂亮的一颗长寿花 这样就简简单单的给它换了一个盆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它浇透定根水 然后再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给它缓上五到七天的秒 再给它逐渐的增加光照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